我想問一下莊永燦 你這個旺角行人專用區 我和你上過蘋果的網上論壇 我就真的被你嚇到我睡在那裡 主持人一直迫問 大家知道的 旺角行人專用區 是香港非常罕有的公共空間 你說公共空間 你講島區什麼寶馬山 不是馬寶道 說錯 馬寶道都有 其他的地方都有 為什麼旺角行人專用區是特別旺的呢 因為它的地點混然天成的 我知道社民連誓師都在西洋蔡南街 什麼事啊 為什麼不行啊 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那裡 第一有很多商店 事實是那些商的街站 什麼寬頻啊 什麼網絡啊那些 不給租 是在那裏做生意 它不是獨家的喔 紅磡一樣有 其他銅鑼灣一樣有 為什麼旺角行人專用區是問題呢 第二 那裏呢 除了商業之外 是有年輕人的表演 那大家 你們很多這裏是父母來的 年輕人去街頭做一下表演 搞一些戲劇啊 搞一些音樂 有什麼問題呢 就被這班區議員 包括這位莊先生 他就說呢 哇 無網管啊 哇 無政府狀態 嚇死你了 第三呢 就是眾所周知 旺角行人專用區 你街頭可以見到羅毓民 你街尾你會見到劉慧卿 你是街中間 你會見到毛孟靜 旺角行人專用區 是香港罕有的政治公共空間 Newsweek 美國的新聞周刊 在2004年7月的一期 就說 Hong Kong gets political 香港是政治化了 那封面的照片 就是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論壇 而竟然有這些這樣的律師 和區議員 他何德何能 說要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 他說他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原意 是萬步的 行人不能夠萬步就要取消 你下次去旺角行人專用區 你走慢一點 你都不可當 我告訴你 你一停下腳步 你就違反了政府的原意 好了 你回答了 主持人已經回答我了 無意義 我要求寧靜的三分鐘回答你的問題 寧靜的 你不要騷擾我 其實呢 年輕人需要表演場地也好 示威人士需要示威表演場地也好 我絕對贊成 是有公共空間給他們做這些事的 問題是地點而已 我讀書的時候 在七年代 在英國 我沒有事做 我就去海德公園 每個人自己擺張椅子 站上去自己發表政見 你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聽就沒有聽 地點很好 海德公園我很喜歡 我經常都希望 香港有一個類似海德公園的地方 但是那個行人專用區 是什麼地方呢 第一 它不是公園 第二 它不是氣致的地方 當你看到一個地方是氣致 漸漸有人煙 漸漸有生物 那些叫做混然天成 中定約成就是眾所公盈 約定俗成眾所公盈 但是行人專局那天是人為的距離 原本那裡是什麼來的 人為的距離 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都是行車的 政府說車不要走 車主你不要走 車主應該很生氣 為什麼我走那麼久 突然不讓我走 但是那些車主沒有發明氣 沒有駛車進去專用區那裡 撞到那些人 為什麼 因為中守法律 因為為什麼 政府規劃 政府規劃我就聽了 我不用車進去 好了 那個地方不准車進去 行人用 他沒有說表演者專用區 他沒有說法輪功專用區 他沒有說商業活動專用區 那條街這麼大 這麼窄 好的 我要問多一個問題 我沒有回答你的核心問題 不是你回答了 不是你回答了 沒有意義 不是我公道的 我問你 我沒有回答你的 喂 主持人 真的 夠了嗎 各位 希望保留回答的條例 保留 我要問問題 就是 你在蘋果的網上論壇 就說 旺角行人專用區 連一個人 站在那裡彈結他 都不准的 不准 你再解釋 請你給寧靜的一分鐘 你不要出聲 我已經給了三分鐘 就是這樣的人 區議員 我是黃柚子 我區議員 我不扮演規劃的角色 十個區議員 上書區議會 不是想扮演規劃者的角色 他們希望政府 希望政府 研究這件事 他們逼我回答 當日在平和規 如果一個人表演 你願不願意 這個不是我可以拿主意的事 政府的事 如果一個表演 三百個表演可以嗎 給一個給三百個表演可以嗎 三百個人 同一時間彈結他 樓上的居民怎麼生活 高不高評 蘋果論壇說得很清楚 他説一個不公平的問題 一個人不給 原則就是原則 一個人不給 等於三百個人都不對 你給一個給三百個人 樓上居民怎麼辦 門口的商戶人 有大龍複 怎麼做生意 不公平 所以如果逼我答 是不是 那裏不適宜做表演場地 但我只有一個 政府規劃 不是我規劃 真是當我是規劃者 地方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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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做 課車有東西 我踢車有東西 我不是規劃者 我只是區議員 表達民意 好了 公民 不如有錯誤 走來找某個區議員 為什麼他不找公民黨的無辦證 因為公民黨的無辦證 並不是民選區議員 他就是民選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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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想問一下柳玉成 就是民主派 就是民主派 就是你的口號 時時都說 真民主救香港 我真的 我昨天都聽過 但我不是仍然很明白 真民主 你是怎樣真法 是不是其他 全部假的 誰理解釋錯了 誰理解釋錯了 我沒有講其他的民主的人士是假的 因為首先呢 民主有時候有講 共產黨都講民主 他今天就忘記了民主 四九年執政的時候 共產黨首先就把民主 解釋掉了 民主的規劃誰都可以用 是不是 香港到今天 香港的社會 大家應該看看 香港有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 他們是不是我們選的 不是 你們兩個的語言 是不是我們選的 也不是 今天所寫的三次的語言 是不是 由我們老闆 自己心裡選出來呢 都不是 因為這個遊戲的規則 非常的不公平 將來現在 選舉事務委員會 提問的時候 我就問騰法官 這東西你那個名嗎 我問你的答案 很坦白說 我講的柳三我就不是很聽得明白 雖然我的普通話是多好 我有香港考試局發出的 普通話高級水平市的文憑 但是仍然有點困難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 現在 我就想問問一下龍先生 謝謝 我想問一下龍先生 龍先生 你族裔共融是真的需要的 我們公民黨九龍西之報 是零零色色的 有個西九龍共融會的 在香港大家看到 我們不是歧視人 只不過呢 我們有時言語不通 就 好了 對不起 我也想問一下龍 不然也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